第一次上课 所以我刚刚给各位做一个问卷 这个问卷的连结基本上就是在这边 然后这个连结刚刚有封锁 好像已经被解开了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我们下载的网 这个网子其实还蛮好记得 gg.gg.esale 这个是数字2 2VBA 那里面就是下载那个范例档 跟那个找一下云端白板 大概熟悉一下 那其次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的那个 这个第一个 大家的电脑程度 那个最多是选那个入门 本来是83.3 所以理论上 这也不意外 大部分同学好像对Excel 其实不是那么在行 可是问题将来在职场上 用到最多就是这个软体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软体不在行 那将来你到职场上 你势必会遇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阵痛期 因为你不会 但是老板就想要马上 你要退这东西 所以如果你假设事先已经准备好 那相对会比较容易快速融入 这个工作 那其次的话高 其实落差还蛮大的 百分之八 所以这应该是理科或工科的同学 八应该有城市开发的经验 那当然最好如果你已经有 如果百分之八的同学 然后四的同学 如果你们在其中的话 建议就是说也可以帮一下 你身边的同学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对于城市不在行 可能才帮一下他 然后其他进阶大概三个同学 对其他的话 校长使用 所以也有一个同学是常使用 统系相关函数 可能是不一定用Excel 其他还有别的软体 只是说 其实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那Excel里面到底有几个函数呢 答案是多少 不清楚的最多 百分之七十五 这当然也不意外 因为大部分同学对这都不太熟 其实只有五个同学答对了 两百五十个到三百 你讲说老师这个range那么大 我跟各位讲 这个Excel的函数会不断增加 新的版本 它会再加一些新的函数 本来没有的函数 它会加 所以理论上大概两百五十几个 到三百个 OK 那会越来越多就对了 好 那其他当然有的同学挑选这些 不清楚为多 然后比较有兴趣 大部分就是 Excel各类函数跟VBA 那VBA其实我讲过 如果两百五十几个函数里面 没有的函数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 自己去定义了 OK 那自己要怎么定义 其实后面我会提到 那其次大家比较有兴趣是 把那个 这个资料做视觉化呈现 这还蛮重要 因为现在实际上很多时候 比如说大数据好了 这么大量 其实前提就大量 OK 那总不可能说 把这个原始资料 给老板看 老板看到会昏倒 你给我看这干嘛 那如果你给他一个图 图表 好清楚 有没有 马上可以呈现 比如说跟时间有关 你给他折线图 数量有关 你给他一个直条图 比例有关 你给他一个原型图 好清楚 一目了然 太方便了 那每天他想知道说 公司的营运状况 有没有 马上就可以看 这个一个 类似 现在流行就一个 叫dashboard的东西 就仪表版 有没有 就像你开车一样 如果车上 假设你仪表版坏掉 哇 那你开车 你应该会很惊恐 到底时速多少 有没有 你不知道会不会超速 或者说 什么灯 什么灯等等 打亮个灯 你可能会很害怕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 一个公司的治理 可以自己做出一个仪表版 上面所有的讯息都有 就像车上的时速 转速 水温 对不对 甚至是 冷气温度等等 反正一堆 如果通通都有的话 那当然你对于 车子的控制 你就觉得很安心 有没有 像前几天 我有个大学童 一个女生 她只是车子上面 亮一个灯 她就害怕钥匙 说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 那什么灯 看一下 其实只是 钥匙 有点没电 就是那个遥控器 没电 你换个电池就好了 然后说 你会换电池 她说 不会 所以身边 需要一个工具人 对 OK 这工具人最会的 OK 所以换东西 不过我是觉得 我会跟她讲说 那你学一下 她跟我讲说 我是女生 后来我跟她讲 帮你回原厂 她跟我讲说 可是原厂很贵 那怎么办 OK 所以 如果你要便宜 然后呢 又要不花钱 然后事情又能够得到解决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汇就好了 你至于汇什么事就简单了 你就不用担心了 OK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如果你汇你会觉得很容易 OK 其他还要拿一些大家不要去 如果你有分析表 这个也有什么重点 另外的话网络爬虫 这个也蛮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的Big Data都在网页上 网络上 那你要怎么快速把它抓起来 以前就Ctrl C Ctrl V 但是你要100个资料 你要Ctrl C Ctrl V 100次 那如果1万个资料 那如果每一分钟更新一次 你再来一次吗 真的上班还 至少还真有人每天都Ctrl C 你说你不累吗 OK 所以他难怪他每天说 哇 腰痠背痛 五十肩什么轴之类的 那你不会写程式就麻烦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 那这件事情只需要把程式写完 然后执行它 资料全部都下来 OK 甚至你可以自动把报表做出来 自动会一个视觉化结果 通通都可以用程式带吧 OK 不过这要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我们课程重点 当然这学期时间并不长 你要完全能够学会 其实以刚刚的状况来看 应该是蛮有点难度的 但是前提你就要花时间 还有也许你目前做不到 不代表你未来做不到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时间拉长 其实就简单了 就像我以前学程式的时候 我跟他一样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只有一个心 我的心 我一定要学会 我有心 所以每天 很奇怪 以前包包里面就是要放一个 程式设计的书 每天都背着程式设计 然后背了三年之后 终于顿目了 突然间程式都会写 不过这大家开玩笑 类似了 OK 那为什么突然间会 其实就是因为我坚持够久 慢慢体悟到一个道理 但我跟各位讲 当然不一定要像我这样 你只要抓这个要领 根本不是需要三年 OK 三分钟你就知道了 OK 所以后面我会跟各位讲怎么做 好 那学院 其实这个是新的问卷 第一个的话 我蛮想知道 到底哪一个学院的同学 最多 第一名 三十 这个是哪个学院 文学院 所以刚好 文学院同学应该 跟我的背景应该蛮接近的 所以应该 我讲的应该 各位不知道 不晓得是不是能够马上可以体会 但是在文学院我算是艺术 不是那个艺术 是异端那个艺术 就是我讲的话 跟其他老师 讲的不太一样 因为文学院 算了 我们讲这个 我讲我自己就好了 其实还是要稍微做一点点改变吧 OK 因为你没有做一点改变 好像很多东西 你需要做一点调整 但你不调整 感觉好像真的有点跟不上的时代 而且好像真的就活在你那个塔里面 OK 如果你走出那个塔之外 是不是能够跟这个社会做衔接 这一点倒也需要做一些思考 OK 并不是说 所有的知识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魅俗 对 但是也不一定要致命清高 没有那么清高 所以很多东西是应该与时俱进的 有没有 OK 好 就延到 这比较重点 OK 其次的话 第二个是什么 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其实也差不多状况 OK 其实 学东西其实跟文学院的部分 有些部分是蛮接近的 然后再来就是科技 跟理学院 OK 所以 这蛮意外的 这一期 因为之前几期课程 文学院同学真的比较少 那这一期为什么突然变多了 不知道 OK 如果知道答案的 到时候再跟我讲 因为我这个有录影下来 有YouTube影片 影片下方 欢迎留言 然后让我知道你是谁 可以加分 OK 好 那哪一个科系最多 第一个是 这个 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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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来学程式是非常好的 然后地理系 人发系 数学系 数学系 一个 OK 好 那大概就分 分 蛮善的 然后 这场节 OK 那有空你们自己再看 如果 OK 这没有常识性 好 然后 留一些资料 OK 好 第一个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大家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的话 我大概说一下 我们这几个课程 的一个规划方向 那原则上 我大概上课的方向 大概就是 先让大家了解 Sale里面的函数 然后 再来讲VBA 就是才渐进的 先 简单的 再慢慢再稍微 难一点点的 然后再来就非常难的 OK 难到破表的 OK 没有关系 很难的 我会录影下来 另外的话 我会提供你 我写出来程式 所以你完全不会写 没关系 你会Ctrl C Ctrl V 你应该可以Rub 但是你要记得 你要连要贴 要贴哪里 你要知道 如果你连贴能力 都没有的话 那很抱歉 你实在也没办法Rub 至少我觉得 在这个年代 会写程式 应该是慢慢变成 一个必须要的能力 就跟你前一个世代 会上网 应该是 上网 其实应该没什么了 对 会用手机 好像也是正常的 会写程式 OK 慢慢变成一种 尝试性的 OK 所以大概分成这些东西 然后目标的话 就是说提高效率 OK 所以 其实我是希望说 自然你 比如说将来工作 不用加班 为什么有人要加班 一直C-C-C-V 怎么会不加班 然后画面好像放大 好像也没比较 比较那个 也有放大 好像你们就会变成 这样一小块 差不多 好 明白 然后大概会有几个方向 目标大概是这些 就是学习 怎么样去 第一个学习函数 第二个录制剧期 第三个看懂剧期 剧期就是 以色帮你写出来的VBA程式 然后再来你要自己写一点程式 或者是编辑剧期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 最后其实会有一些 再更进阶的 比如说去爬网络资料之类的 甚至是什么 做一些视觉话 那未来其实还可以跟什么爬 然后拍层这种程式 做结合 那当然我是建议啊 反正多学一些工具 绝对是有帮助的 那你想说 老师我学的不是这些啊 那学这些要干嘛 当然你要还是要对未来就业做准备吧 这职场上没有人 给你 嫌弃你会的太多 只会嫌弃你不会而已吧 OK 那当然你想说 因为我刚好强调你到职场上 你就是论金论两的 也就是老板是花钱请你来 就是把你的时间买下来 OK 所以你就是卖一段给老板 其实这就是一种买卖 你说老师 那我不要卖 不要卖你没钱 你每天都在家里 对不对 那当然 除非你有个比较好的爸妈 他愿意养你 OK 你可以啃老族 啃他们 那问题应该没有那么好 所以 当然另外一方面 你也希望说自我实现 没有人说 我学 而且你们其实 能够念师大 其实应该程度也不会太差 应该对自己 其实也蛮高的 OK 所以 这些东西都建议各位 好好的去涉猎 OK 好 那这是我的相关背景 OK 那当然 重点主要就是说 其实我的学习历程还蛮跳通 而且我会来上这个课也蛮特别的 因为我 后来是走业界 但是为什么会回来学校上 而且我是你们的学长 OK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网路上经常分享一些教学文章 而且写得超过千篇的部落格文 所以你说文字能力中的重要 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写 你不会表达 你就不存在 OK OK 还有我在YouTube上的影片超过两万个 OK 应该没有人这么 所以如果排名的话 我应该数量排在还蛮前面的 很会刷存在感 对 OK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学校好像中心的主任 就因为这样看到我了 然后写了一封信 询问我 有没有意愿来担任这个课的老师 然后一看 诗炸了 自言母校 其实我其实也蛮多学校有邀请过 但因为大部分我都推掉比较多了 因为说真的来学校 今天个课 其实说真的都是佛心事业 因为你花那么多时间 给个终点费实在是 但是我会来 我马上答应是因为 我感觉好棒 能够回馈一下母校 然后回到学校 感觉真的是还蛮有那种 特别的感觉 毕竟我曾经在这边也混过很多年 所以一切好像都没什么改变 然后OK 之前的话 有曾经担任过 这个资金长工作 曾经创业过了 所以你问我一些创业的东西 其实我倒也还是可以给一些意见 另外的话 最近也担任 因为也是有VBA 如果你将来要考一些事业的工作 我也是其中的命题的 反正就是这样 我也不要讲太多 因为这东西其实牵涉到一些 然后相关资料 OK 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我也在业界担任一些受讯 然后我的证照超过30张 我想说是你考证的时候要干嘛 没关系 好像有点像打怪一样 我过了再打一张 再打一张 另外还有一点 因为我非识讯相关科系 所以很多人会存疑说 你凭什么 对不对 常常被挑战的时候 你为什么你可以来教这个课 你又不是资工背景 你凭什么 OK 我会常常 但有些人他不会讲你凭什么 但他的表情就你凭什么 OK 但是你要证明给他看 他怎么证明 OK 至少你Google搜寻我 很容易找到我 OK 而且我讲的 其实到 你也可以挑战我 比方说 你可以说老师你讲错了 我虚心可以接受 OK 完全可以接受 没有问题 所以我后来发现 其实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重点我愿意讲 我愿意分享 像我这么大方的 看一下 应该也是少数的 写了超过一千篇的部落格 两万多个影片 OK 好 那其他我在拿一些各式的证照 所以之前还蛮乐于考 像最新的Python证照 我也考好几张 我还有以Sale Power BI的相关证照等等的 OK 其实有一些特色老师 你稍微看一下 超过三万 其实应该超过三万个 然后录影时数超过五千 其实也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 也已经超过了 应该二十四年了 OK 我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 我就开始教程式了 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些因缘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除了自己会写之外 可能我也是师大毕业的 我有教育的背景 然后呢 我又文学院毕业了 我也会叙述 也会讲 至少我听到的讯息是说 哇 你讲得好清楚哦 不然间感觉好像 本来不太懂的东西 居然被你说得活灵活现的 这也是厉害的地方 OK 所以其实 当然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说 可以把一些东西结合进来 OK 这一大 再说一下 其他的话 那其他说去哪一学的主因 我自己思考一下 主要呢 会有以下三点 如果不够的话 请各位在下面再帮我补充一下 现在网红最喜欢 请大家补充 OK 然后 第一个 学习很难的地方是听一次就懂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有录影下来 OK 第二个 程式撰写需要完美 也就是说 你只要错一个次就是bug 也就是他没有 他要不就是 可以run 100分 要不然不能run就0分 他没有中间的分数 不能run就是0分 那怎么办 所以呢 特别是有一个地方都不能出错 所以将来 如果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 他不是说 有中间的灰色地带 绝对没有 所以呢 要怎么样可以让一个程式完全不出错 OK 所以这个当然第一个 你可能要对程式 但如果不ok 我云端上有放完整配合的程式 再不然的话 你可以把云端上面的程式拿下来比对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自己错哪里 OK 然后呢 另外一点 一个问题的解决 绝对没有 不是说只有唯一的一个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 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 OK 所以我提供的只是参考答案 那没关系 你可以去做变化 我很欢迎 尽量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逻辑 把程式写出来 这一点是最好的 OK 所以这个慢慢各位要体会一下 那上传这些大概知道一下 另外我提供了完整的程式码 然后 另外一点 我觉得大学生现在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职场上 所以你们缺乏什么 实作经验 还有职场经验 当然最好你如果有机会去 企业实习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其实你就可以跟你的父母亲 稍微询问一下 发现 好像我有一个原子的学生 很妙 他跟他爸爸询问之后 他爸爸看了他那个影片之后 他发现 这个反而是他最需要的 于是他就把我的影片看一看之后 他反而就跟他公司的年轻人讲说 你们一定要看吴老师的影片 于是他爸爸订阅之外 他也请他公司的同事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这个 当然还有一些误实误动 发现他跟他爸爸本来没话讲 后来发现他们聊天的话题 都围绕在我的课程里面 这倒也是个好 因为真的你们是需要一些实物经验 所以最好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去找一些这个同学的 他说 于是便推荐老师的YouTube频道 他看了几部之后 便决定隔天去叫他公司 不会使用以色列的年轻人 去干老师的频道 在他的心得里面写 所以有时候看你们的期末报告 其实也是种享受 然后拿了一些奖项 反正就是锦上天花 然后这些都是 另外的话 一些相关的书籍 我是导演的建议 各位可以自己再到图书馆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上课基本上以实作为主 因为我发现 一般人最大的问题是做不出来 看得懂 做不出来 所以看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到图书馆或书店 或者自己去买这相关的书籍 OK 然后大概是这个 这个是468张 468个范例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一些VBA的书籍 OK 那跟各位讲一下 原则上我们期中跟期末 理论上 我们都是采那个专题报告 那专题报告的话 大概两个方式 两个重点 第一个 可以看一下 其中的话 主要就是以那个函数 聚集VBA跟书纽分析表 还有书纽分析图为主 也就是说我们有五个重点 那报告里面 就是你要做这五个东西 那至于呢 你要找的题材 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找 网络上其实像 如果你找不到 你找政府的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就有六七万种的资料 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边举个例子 像你想要知道 台北市历年来的 那个住宅切断案件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呢 OK 或者说到底台北市 哪一区的切断案件最多 哪里施案最不好 然后哪一条路 住在哪一条路上的人 最经常遇到失窃的问题 那这些资料的话 其实政府的开放资料都有 那只是说 那个他提供给你的 是一个原始资料 一个RAW DATA 但是你要怎么样 透过函数 聚集 VBA 跟书纽分析表 书纽分析图 很快的汇设出一个 图表出来告诉我说 科匹这八年来 到底治安变好还是变不好 的答案 其实马上就出来了 OK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们可以到云端摆榜 里面 可以看到有一个 第一个单元 这边就有了 有一个叫做 住宅切断 点位资讯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是热点 所以你可以用MAP的方式 把那个住宅的热点 发出来 然后这个是开放资料 有没有 然后怎么做 抓资料 那最后再画一个折线图 那你可以看到 从104年到110年的 治安数量 逐年怎么样 减少 OK 所以 有些东西不言可遇 到底治安有变好吗 有变差吗 OK 你自己看图就知道了 除非这个资料是作假 不过这个资料作假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现在治安很困难 OK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可信度蛮高的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比例 有没有 切到哪一区的比例最高 把它拉出来了 中山区 有没有看到那个丙 拉出来那一块 就是施切率最高的 占比最多的 百分之13 不过其实说真的 比例也没有差很多 它最大的跟最小的 最小的是哪一个 大同区 有没有 不过其实大同区就5% 跟大 其实他们是在隔壁 有没有 好像隔了一个陈德物 我记得 为什么隔一条街 治安差这么多 对 原因何在 可以去推敲一下 我没有答案 我只是从数据上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衍生性的 这个分析 统计分析 那就是靠各位的 再去抓 有没有 有些东西不是只有数据 数据背后发生的意义 你可能还是要推敲 这个推敲我觉得对学习人文方面的同学应该是比较占优势的 因为我发现 好像大部分理工相关科系的同学 好像就是把东西呈现出来 就这样子 那然后呢 没有了 我正想说 哇你做得很好 然后没有了 负之缺乳 但是我发现很多念人文的相关科系的同学 刚好颠倒 其实说真的 诚事啊 做得不怎么样 但是很会说 说了很多 但是最后跟我讲说 是因为我程度没有很好 所以我暂时还做不出来 很抱歉 但是他讲了一大堆 不过导演还是可以接受 如果你实在是做不到 但是你要告诉我说 你愿意花时间 你的态度让我觉得 对你实在还蛮认真的 但是因为你本身的这方面专业素养可能还不太够 没关系我可以期待 OK 那其他的话 比例部分 这个怎么做 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都在云端摆摆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其他还有 这个是其中的部分 其中的部分 就是大概会有这五个重点 那期末的部分的话 就是除了上面之外的东西 还有一个重点 会再加入爬虫的部分 OK 也就抓取那个网路上面的资料 所以难度又会更高 而且会画更多的这个视觉画图表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要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OK 那其他的话就是 之前你们这个前一期同学做的吧 大概就反正 就是苏纽分析表 苏纽分析图嘛 至少可以知道说 新北市公共场合AED的设置 有没有 那它有没有哪一些 AED都应该知道 有没有 它分布了状况 那就是你看上面的表 有没有 其实如果你看这样会 好像看得到 那问题是 你最好看 看图的话 其实就蛮清楚的 有没有 就是哪一个地方最多板桥 有没有 一看就知道 那它的占比 放在哪里 有没有 它用那个图来显示 下面跟上面一比 下面应该是完败 至少会清楚很多 那还有全国电影票房统计 哪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哪一个 国别地区 有没有 像是之前有同学做的 那个票房统计 第一名 票房最好的 除了美国之外 日本的票房居然也不差 这蛮异弯的 那其他的什么 台湾国片 国片好像也不错 不过也没办法跟那个 美国跟日本比 有没有 因为第三 其次的话 韩国只有7% 可是我蛮意外的 韩国片好像 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 可是为什么 它的票房 也没有很好 可是我蛮意外的 我好像那个同学 记得好像他有叙述一下 我不知道 OK 所以将来我会想说 你们可以抓个资料 然后分析之后 画个图让我知道 有没有 然后再把背后的一些 相关的来龙去换 叙述一下 至少我还可以从中 学习到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绝对不是教科书里面会提到的 而且是最实际的一些 然后通筒 有什么意思吗 最近物价很上涨 所以同学就想说 通筒每一年的状况如何 有没有 他有画个图之类的 他有油价 最近好像油比较贵 所以他画一下 然后出入地震 等等的 反正这些像这些 台积殿 国民所得 六都千路千桌 好 这些像这些了 那我后面就不锈了 因为太多了 我是觉得 每一次大家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让我还蛮 蛮赞叹的 有些同学 真的是做得非常棒 OK 好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就是 第一个 先打开刚刚讲的这个范例题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所以我大概就先讲一下 有关这相关的函数 OK 我先把这个 先停一下